生煎包是一种源自中国上海的传统小吃 也是流行于华东地区的特色美食 这是一种类似于小笼包的面点 但它在烹饪过程中会被煎至底部金黄酥脆 上部则保留了蒸煮的嫩滑口感 以下是关于生煎包的一些特点和制作过程 面皮 生煎包的面皮通常比小笼包稍后油面粉、水和酵母等原料制成 面皮在制作时需要揉制柔软且有弹性 馅料 生煎包的馅料多样 常见的有猪肉、虾仁 馅料需要事先搅拌并加入调味料 以确保香味和口感 包制 将搅拌好的馅料包裹在面皮中形成一个扁平的圆形包子 包子的包制形状较为扁平 但边缘需要捏紧 以防止在煎的过程中馅料流出 煎至 在平底锅中加入适量的油将包子底部放入锅中 用猪小火慢慢煎炸 煎至底部金黄脆皮 上部包子皮保留了一定的嫩滑感 蘸酱 生煎包通常搭配一些蘸酱如酥抽、醋、姜末等 以增添风味 独特特点 生煎包的独特之处在于底部的金黄酥脆 上部的嫩滑形成了口感的层次 食用方式